孟吉是 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寿名 他一种身形矮小 行动敏捷的异兽 外形与白胡相似 但体型更加娇小 他的毛色灰白相见 有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 仿佛能够洞穿一切 孟吉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能够日行千里 而且极其善于隐藏和逃脱 常常让人无法察觉他的存在 根据《黄血山海经》的《神异经》记载 《右北280》里 曰《使者之山》 其上无草木 多窑 碧 瓷水出烟 溪流注于河 有兽烟 其状如豹而闻体白身 名曰《孟吉》 是膳符 其名自乎 使者山上不长草木 有很多美玉和青绿色的石头 此水发源于此 向溪流入黄河 山中有一种野兽 形状如豹 额头上有花纹 周身都是白色的 它的名字叫孟吉 这种兽善于潜伏隐藏 它发出的叫声 像是在喊自己的名字 孟吉被视为是一种神秘的异兽 被赋予了很多神奇的传说和故事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 孟吉与牡丹花的故事 传说中 孟吉每天都会跑去看护牡丹花王 守护花王的美丽与纯洁 而牡丹花王也因此赋予了 孟吉一种神奇的能力 就是他能够通过 吸食其他异兽的精气 来增强自己的力量 孟吉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秘而可爱的异兽 具有很多神奇的传说和故事 在古代中国的文化中 吉祥物常常被人们视为一种能够带来好运和吉祥的神圣物品 孟吉作为一种神秘的异兽 自然也成为了人们崇拜的对象 人们常常将孟吉的形象制成吉祥物 赠送给亲朋好友 以寓意着幸福美满 健康长寿